这到底是主认的陷阱还是说主认压根就不懂还是说主认的福利呢 听完我今天的一个讲解你会对今天的比赛我觉得还是比较清晰的 昨天的成绩比赛理想但是我觉得花儿把握日红 今天我觉得会是一个逆袭吧 首先大家两场比赛还是比较精彩的 第一场比赛是两场冠杯的 毕亚德新的对手爱因对于这场比赛来说主认还是很奇怪的 首先对爱因来说在首回合的比赛中在九场三场的位置 对于这个表现很多球迷觉得很厉害 但是爱因的三个进球中四个进球中有两三个是点球 这对于利亚德新月来说可能很不爽 但是对于这场比赛来说利亚德新月跟爱因的差距大 我觉得不是说特别特别大 而且上一场比赛能够安排的 这一场比赛为什么也不能安排呢 还有一点是爱因这边其实土豪也是二连球这边 那利亚德新月沙特这边也有很多土豪 对于这两个球队的比赛我觉得会很精彩 当比赛看个二十三次对手其他成功 我觉得爱因有可能会守正平线 也有可能会直接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当然利亚德新月想要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想要逆脚的话 那么我觉得爱因一季末上会有收获 所以他们两个格局我觉得还是很大的 第二场比赛冠冠冠对南亚普队 如果南亚普队这场比赛取得了一个胜利的话 那么他们其实基本上可以拿到一个持绅的女友 按照现在来说对于南亚普队还是非常有利的 而南亚普队来说对于这场比赛 我觉得上一场比赛的一个实力 以至于他们 对吧 已经算是机会低了一点 但对于这场比赛来说 我觉得他们应该 充分的去努力 然后这场比赛取得一个 很好的经济 至少要保持一个比赛 对于莱切斯特诚来说 双方握手用的是可以支持的 但是对于南安普都来说 我觉得也算是印钞的常客了 这场比赛看看 一分钟和十三分钟 这两场比赛是个人觉得 还想比较清楚 所以我再带来 剩下的几场比赛 第一场比赛 打以的罗德兹对阵巴黎FC 对于这场比赛 巴黎FC 其实状况更加好一点 这场比赛我觉得 两个球队的比赛 看的也不多 看的12分多 然后下面一场印钞的比赛 阿森纳对阵切尔西 有一句话叫 罗蒙阿森纳 阿森纳的一回合 在对阵切尔西的过程中 阿森纳成绩还算是非常好 对于这场比赛 阿森纳跟切尔西的 那个领算 跟底算关系非常非常好 对于这场比赛顶到五指吧 这场比赛开个21分钟 和43分钟 所有一场比赛 硬背的 那个拉齐尔 背着尤文 这个是双合联合的比赛 尤文图斯在主场 已经是目前已经是 这场比赛 双方握手联合 尤文图斯 双方 尤文图斯就算 败一个 也是尤文图斯 选而 变对现在的情况 尤文不是一个做客 而说 阿森纳其实是有方法的 这场比赛 我觉得尤文图斯 也不 比 比 反而保持体力 我觉得就是最好了 这场比赛 我觉得 拉齐尔的方向 还挺好的 这场比赛